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带来国际证券头顾罗文斌飞行师 罗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罗老师您好 然后莫高兄好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 听我们YouTube有直播 您打98新闻台 可以看到目前的直播画面 今天大盘非常的强了 今天爆量了1800亿 这个超级的大量 另外贵买也爆量超过500亿 今天两市的量加起来 达到2300亿的大量 那指数这个不负众望 今天可以讲说是 在爆量的情况之下 攻高了 而且是创下4月30号以来的 波段盘中的新高 今天盘中最高 攻到过11046点 这个点位是4月30号以来的高位 也就是说是从3月23号 反弹以来的盘中新高 所以这个大盘持续创新高 那基本上仍然是在一个多头的 行进步调之中 这是没有疑问的了 那今天收盘指数 离今天的盘中高位差不少 今天盘中高点是最多涨了175点 来到11046点 但收盘没有能收在 11000点之上 这有点可惜 因为尾盘有些股票杀的还蛮凶的 所以这个大量就有混水摸鱼的问题了 尾盘一些股票掉下来 影响指数 今天收在10997点 大盘上涨126点做收 涨幅是1.16% 成交了1807亿 这个量非常的大 好 那这个大量指数创新高 尽管是盘中新高了 也算新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量之后一个新高 恐怕后面还能再继续推升 只不过是您的股票能不能推升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而今天因为整个加权指有在动 所以说贵买指相对 今天表现的比较落后于大盘 今天贵买指就小涨了0.2点 涨幅0.14% 远逊于大盘涨幅将近1.2%的幅度 那今天贵买指仍然是收盘创新高 收在146.18点 成交了532亿 真的非常的强强棍的量能 那另外期货今天开高75点 收涨了163点 收在10,984点 盘中一样 曾经突破过11,000点到11027 这个点位 收涨163点 比大盘的126点的涨点还多了 所以今天逆价差收敛到只有13点的逆价差 涨幅其指是1.5% 成交了106,000口 好那卢老师这个盘 今天算是很强了 那涨停板的股票不少 而且是不乏重量级的股票 像是金像店 今天是在今年1到4月 已经赚了1块多 赚赢去年全年的状况之下 今天股价是攻到涨停板 另外上营也攻到涨停板 仓和收涨停 康纳乡收涨停 建策收涨停 这些不乏是重量级的股票 纷纷有的攻高 有的收涨停 可见这个大盘 仍然是在一个多方的行进节奏之中 只不过是个别股票的表现 其实震荡幅度也蛮大的 对 我讲刚刚莫兄也提到 这个教宣指数 今天最高来到11046 这是创下8523以来的新高 那当然创高就是多头 只不过就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整个盘面 在今天其实也持续有在做一个轮动的动作 刚刚莫号兄所提到的 这么多的一个涨停板 基本上已经从过去一味的 几乎都是防疫生计的一个概念 现在似乎也慢慢的 又移转到这个电子国的身上 那当然这也符合了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目前整个盘面的一个节奏 它就是生计跟电子两个核心 在做一个轮动的一个格局 那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除了说整个家群指数 又创下了11046的波段新高以外 倒是有一堆人 在今天又出现了大买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外资 我想今天外资大买超过140亿 我想这是近期 难得看到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买超 那如果说后续 我们也跟各位一再的提醒 就目前来讲像今天家群指数即变 盘中又创下了11046的一个波段的新高 不过我们看到在收盘的位置 收在10997 终究还是没有占上11000点这个关卡 所以代表整个目前市场 对于这个11000点的心理关卡 还是存在着一些戒胜恐惧的一个心态 再加上年线今天是很勉强的占上了 因为年线在10996了 今天收在10997就占上那么一点 但是一点也是占上 那不管怎么样上档 我们说过除了11000点的关卡以外 那另外11100点左右 这还要半年线 那再加上 我们说过从去年的10月 11月12月 到今年的1月2月 一共有5个月的时间 所构筑成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形态 我想这边要有效的克服 我想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我说过除非 美股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势 那带动整个外资 开始又出现疯狂的大买 不管是把第一季的5200亿买回去 又或者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卖了6000多亿 把他这个买回去 否则我认为 这个上档的一个反压 要一次性的克服 我想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 但是至少今天 这个外资出现了这个141亿的一个买超 我想希望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后续他能够持续的买进的话 那当然对于整个行情 特别是对于大盘的推升的一个作用 我想绝对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那除了说大盘以外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 整个千金股的一个部分 持续有在做一个良性的一个轮动 甚至于准千金 这一档 这个4966的一个 普瑞 普瑞对 我们节目讲过恩赐 从五六百块一直讲到现在已经快一千了 真的 今天还差二十五块 原本第五档千金股都要出现了 那我们盘中收盘前都快供到一千块 就后来尾盘杀下 对 这是很可惜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过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这些千金股 它还是维持一个正向 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轮动 就好比说 目前已经是千金股这几档股票 第一个包含6415的这个系列 我们知道说其实 除了大力光以外 系列是第二档 这个有效能够站稳在这个千元以上的 所以也带动的后续的 包含像信华啦 这个祥硕 也陆陆续续的挤身到了 这个千元那个行列 不过我们看到 就在系列突破了一千五百块 这个一千五百四十块之后 在这边做一个休息的一个过程 在今天反而是这个信华 我其实信华 今天已经来到一千五百七十五块 已经已经正式的突破 这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1540这个高点 所以代表他们两家公司包含系列跟信华 同时IC设计 可是同样也在做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 也就是系列先涨 带信华涨 现在信华又突破了系列 那系列意外已经整理了大概超过一个礼拜了 所以随时也有可能转强 然后再往这个信华的高点去做一个挑战 那换句话说千金股之间在做一个良性的一个轮动 那也带动着我们说刚刚这个 我们说以目前来讲 这个4966这个普瑞 今天也已经来到这个975块 眼看着就差那里面一角 第五党千金股都出现 而且还不不止第五党千金股 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老朋友 即使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他也已经悄悄的都已经来到了将近900块钱 就是这个6669的围影 我们看到他今天高点来到887块 眼看着就要去突破上个礼拜的高点888块 那一旦能够突破888块 那也代表他已经几乎要变成九字头的股票 那如果一旦到了九字头 那是不是第六党千金股 那又呼之欲出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目前出了4000金以外 已经两党准千金 已经几乎笃定 未来也是有机会 能够晋升到千元的这样一个行列 那依照过去台股的一个经验 只有在一个大多头的一个时候 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党千元的一个股票 其实这也预告了 也告诉我们 其实这些内资 特别是这些大户法人 就是非常看好台股的一个后世 我记得上一次 这个台股盘面上 我这么多千金股 是在民国79年2月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12682那个历史高点的时候 当时的金这个主流是金融股 那总共有7家的金融股 股价是超过千元的一个价位 那感觉到目前为止 这个氛围 这个气氛 这个味道 感觉又回来了 有在复制 上一次要上工12682的这样一个模式 我讲以目前来讲 整个多头的架构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在有效的外资归队之前 我认为盘面 它还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但是有正向的这些千元股 在做一个带动的话 我想后续整个比较向上的一个空间 都还非常的大 好 那外资今天期限货都同步买超 所以可见外资 是不是忍不住了 真的看大盘这样在涨 终于认错行情了 不过外资会不会连续的买 还有疑问 我是个人是觉得外资在一万一千点 这个地方大买 蛮炸包的 对啊 路老师你会觉得蛮炸包的 因为先前卖了6500亿 一路卖 结果攻到一万一千点这边大买 不太 逻辑上不太对 不知道他后面是有什么炸包 不管了 反正他买是40 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 他买什么股票 他今天在集中交易产 大买了141亿 这个买超金额非常的大手笔 那三大法人呢 今天买了168.73亿 投信买了15亿 自营商买15亿 投信买12亿 另外期货的部分 外资今天也回补大台的多单 我今天买超1477口大台 小台买超了6358口 小台换算成大台也1000多口 那小台的进多单流仓部位 来到了5348口 那大台的进多单流仓部位 是34198口 所以大台的进多单呢 有在往上增的情况 另外VIX指标连日下降 这个显示大盘呢 仍然有机会继续往上攻坚 VIX指标跌了1.23点 来到23.78点 这从30点一路下降 大盘就一路的往上 这个缓步的推升 那今天带量的 比较明显的拉出了一根红K棒 而且是突破 突破盘局的味道了 所以这个大盘看起来 仍然在本周的下半周 有机会的再继续往上走 只不过说会走到什么程度 也很难讲 那卢老师刚刚谈到 股票波动很大 这个不见得大盘大涨 所有股票都涨 还是有一些股票跌了 像今天生计防疫类股 也有一些股票盘中 杀下也杀得非常凶 所以这个口罩要开放自由购买 这个台湾已经不设限了 好像6月1号开始不设限 然后寄到国外去也不设限了 那同时呢 好像也可以出口了 对不对 那这个对口罩商来讲 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感觉起来好像利多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新闻讲说 一天可以生产两千万片 感觉口罩开始又 好像又堆积如山 那种感觉又要出来了 就是说 会不会到时候口罩又变成是一种 可以 就是说太泛滥了 我不知道了 就是说 当然大家现在还是需要口罩了 可是我觉得 好像现在一般人戴口罩的频率 也没那么高了 也没那么紧张了 但有可能秋冬天疫情再来 可是至少现在目前到秋冬天 可能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 你总不可能口罩股 从现在一路涨到秋冬天 那要涨到一千块 其实这个口罩的部分 当然会不会 这个需求持续的一个增加 其实还是从整个世界观来看 当然国内以目前来看的话 光是说这个已经要解禁了 可以看得出来 口内这个国内的这个口罩 方应该已经没有那么一个急促 但但是就一个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 以目前来讲 似乎应该还是有一些短缺的一个现象 那尤其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品质 台湾做的跟大陆做的就有差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相信整个台湾出产的这个口罩 在整个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还是有它一定的一个需求性了 那除非后续这整个疫情 有这个快速的一个解除的一个状况 但不管这个口罩的相关个股是如何了 我们一再告诉各位 目前整个盘面 它所形成的就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格局 既然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已经已经涨高 或者说已经累积相当涨幅的这些股票 都不适合去做贸然的一个追勾 所以今天刚刚莫兄也提到 有很多的一些防疫的一个类股 在今天在股价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涨高的股票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原因就在这里 即便我们认为后市还是看好 可是因为你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成本垫高 这个时候去追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太多的风险 自然也就高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宁可要去选择 具备同样的一个题材 可是怎么样 它的股价位阶相对低的 所以在上个礼拜 为什么我们说过 从防疫的这些概念 包含像这个世纪的快菜世纪的瑞基 从五十几块一路别落三百多块 又或者从这个疫苗的 这个高端疫苗 从这当时我们介绍给各位 说四十几块涨到现在都已经三位数的股价了 那从这些股票 它可以看得出来市场的趋势在哪里 那从市场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空间 就是十分值得想象 可是你去追高风险又高的情况之下 你去寻找有具备相同题材的 但是位阶相对低的股票 反而这些股票就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是同样具备 这个防疫生计防疫 同时具备这个我们说过是世纪 又或者这个疫苗的一个个股 台康生 位阶相对低 又同样的题材 所以你看一旦爆发 你看哇 从上个礼拜股价还在四字头到今天 不知不觉中 在五个交易日 从上个礼拜五二零到今天 也不过就是礼拜二 前后五个交易日 它已经从四字头涨到五字头 五字头再涨到六字头 今天最高来到69块 眼看着就要突破七字头了 所以短短五天已经大涨超过四成 所以同样的一个题材的股票 你宁可选择位阶低的股票 你尽可供退科手 而且空间一样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选择一些 比较低位阶的一个股票 那同样在电子股的操作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其实电子股有慢慢要接棒 成为这个盘面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一样 我们看到我们先前跟各位讲过的 目前电子股可用这边还是非常的多 有包含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IC设计 那另外也有一些 包含刚刚崛起的这个miniLED的一个族群 那甚至于有这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你看台积电的供应链 到今天 这个6532的瑞云 在今天还在创新高 那另外 这个3680的加登 在昨天也已经率先创下新高 那今天稍稍的一个拉回休息 但是从这些台积电的供应链持续在创新高的一个带动下 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这个方向也是未来市场所认同的一个方向 那只不过已经创高的股票 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做追高的一个动作 反而应该去寻找有同样的题材 可是未接相对低的一些股票 所以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也帮各位掌握到了一档三开头的股票 当时还开玩笑的告诉各位 不是大力光 是三叉叉八个字 不是3008 你看这档股票 慢慢的慢慢的 今天也开始有垫高底部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以这些相对机器 比较低的股票一旦发动 空间一样大 可是风险相对低 这才是各位现阶段你要去着眼的一些方向 对 所以说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涨多的股票 的确它就出现很大压力 一样白白都是口罩股 对 恒大今天又大跌八% 对不对 可是康纳乡继续涨停满 对 那你说白白都是口罩股 那南六今天也大跌 这个做口罩不吃步的相关的厂商 今天股价高200多块 也大跌 所以说涨多的 股价高的 它的确就有压力了 所以相对资金 它就会流到同类型的相对股价较低的股票上去 所以康纳乡恒大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悄悄板的例子 所以卢老师 好像感觉起来这个资金都会早去路 当然 你目前来讲我们刚才也提到 像这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在近期 其实他也不知不觉的 一些相关的个股都在创新高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说过 已经创高的股票 我们当然还是看好它的后市 只不过操作上面 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做最高 就好比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帮各位所掌握的这套三叉叉八 那当时为什么要看好这档股票 我们也说过的 除了台积电的供应链 它本身有一个 所谓相互比价的一个概念以外 它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EUV的这个极紫外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对台积电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 而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 或者说一个设备 那这个又是对它来讲 对台湾股市而言 它又是一个勾蒙抖漆的 就除了它有 别的也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具备了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最重要的 我们再从整个获利面来做一个观察 我们刚也提到这个368年的夹灯 今天股价 这个昨天股价又率先的创高 今天股价收盘都还有200多块 225块 可是反观 它的第一季的一个单季的EPS就有0.15 可是这档3XX8 它第一季的获利却高达0.68 几乎是这个 这个夹灯了好几倍 但是股价却只有50出头 所以说以目前来看 位阶又低 股价又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整个加灯持续往上创高 比价的拉动之下 就已经确定的告诉你 它未来空间是极度的宽广 可是在还没有发动之前 反而这个就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切入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带着各位慢慢布局 这个在逢大涨前 这个慢慢的布局 你看礼拜四 礼拜五两天都贴在平盘附近 我想买起来也轻松 而且最重要的你敢中押 那这样的股票在今天 已经开始慢慢的垫高底部 代表整个市场上 也已经有一些聪明的资金 已经锁定像这样的股票 所以越是像这样的股票 我们更是要在它发动之前 要赶紧把该部的局 给先布好 特别是该卡的一个位 一定要是先做好动作 那以目前我们说 今天已经开始 有一些聪明的资金 开始进驻了 所以我认为明天 在它起涨前 应该还有最后一个买点 所以我们也是请这个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还没有跟上这张 这个脚步的一个朋友 那赶紧把握 明天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今天来电登记一下 明天我们进 我们还要在进场大买 那也会带着各位做同步的动作 好 那今天外资 大买141亿 买了一缸子金融股 这个第一名买超了 三万两千张的星光金 另外一万九千张 第二名是买友达 第三名买群创 一万八千张 第四名买华兴 1605的华兴 买了一万七千张 接下来买国泰金 一万七千张 原纳金也买了一万六千张 再下来一档 是中信金 买了一万四千张 以及第九名是华邦店 买了一万张 第十名是开发金 买了九千九百张 第十一名是富邦金 买了九千九百五十八张 第二十二名是联电 买了八千九百一十九张 所以外资今天 买了一缸子金融股 非常谢谢罗文斌分析师 等下我们广告期间 会有罗老师的咨询电话 刚刚罗老师有讲到一档 三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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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立党股票总共卖了70万张 这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所以一直压抑了台积电股价 但是呢今天反手的 不知道外资是冲了这条新闻来的 就买了16000张 但今天台积电股价 出现不错的一个走势 但是并没有大涨 就涨了三块半 来到295块半 那涨幅其实跟大盘相仿 涨了1.2%的幅度 盘中高点有到过297 所以收盘跟盘中高点差了2块钱 尾盘有略为下压的情况 好那今天礼拜二 我们财富与生活时间 我们要来谈 这个吃水果吃蔬菜 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以及呢 吃水果吃蔬菜是不是要丢息了 我们常讲说要吃当令十节的蔬菜 那吃什么蔬菜对我们什么样的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有一本书呢 是时报出版所出版的 这本书有两位的共同作者 一位是杨淑妹医师 另外一位是蔡坤道医师 那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访问一位医师 所以我们今天 来访问中国医药大学 北港附设医院中医部的主治医师杨淑妹 杨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杨医师 好 杨医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蔬菜看人吃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蔬菜也要看你的体质来吃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嗯 主要大家可能 刻板的应该会觉得说 蔬菜它就是很健康啊 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吃嘛 多吃蔬菜水果有益健康 嗯 然后大家也觉得说 诶可能你如果排便不顺畅 我就多吃一点蔬菜嘛 对 或者是说我火气大 还只有口臭 我就多吃蔬菜 嗯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 有一些蔬菜也不能吃太多 哦 而且我也知道 有些蔬菜是不能生吃的 嗯 有一些蔬菜你如果说生吃的话 其实 会过敏啊 皮肤会比较容易会痒 对对对对 尤其是一些菇类对不对 嗯 菇类的话 是还好 是看你自己的体质 嗯 然后就是 有一些本来就生吃就比较不适合 像 茄子 有一些冷藤就是茄子 稍微烫一加就吃了 对 那个也是皮肤会比较过敏 OK 或者是你再搭配上 因为现在有 刷牙会出 有生肠的嘛 芒果 对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 芒果就吃 但是芒果其实它 它 它平常如果你不太皮肤会过敏的人 是还好 嗯 不过假如说你有搭配蒜头 或是大蒜 嗯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吃很多大蒜 嗯 然后你又在吃 芒果的话 哎 那你的皮肤就有可能会过敏了 哦是哦 对你原本不太会过敏的人 嗯 但是你如果是大蒜或蒜头去 就跟它时间太接近了 嗯 然后它就诱发你的皮肤会过敏 好 所以是这个样子 所以芒果不要跟着大蒜配着吃了 这个当然一般人也不会大蒜配芒果 只是时间不要太接近 对 比如你正餐吃了这个蒜头鸡 你这个餐后的水果 你就不要吃蒜呀就对了 就稍微大概隔了一个钟头就没问题 好 其实蔬菜基本上是对人体是比较好的 因为尤其是现在大家注重养生 很多那种蔬食餐厅 像我们电台附近就有 就是说纯吃素食的 就蔬食餐厅 不是素食哦 是蔬食哦 就蔬菜水果为主食的餐厅 就不吃荤的了 那尤其是出家人也不吃荤的嘛 也是吃蔬食 那蔬菜养生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骤 在这本书上要教大家先光临体质诊断室 对不对 就是说先看一下我们的体质是适合吃什么蔬菜的 对 因为现在人比较重视养生 会觉得说蔬菜吃多人应该是对身体是很有健康的 这是没有错 因为它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 还有它的纤维素 对 这些都对我们的人体很有帮助 但是有一些人 他的体质其实是比较凌倍 是比较寒冷的 寒性体质的 对 寒性体质 寒性体质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是女生比较多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身体体质不好的男生也有 可能他生活做起不正常 所以他体质也不太好 寒性体质人他可能就是手脚比较会冰冷 然后容易拉肚子 还是说嘴巴会觉得夹夹没有味道 就没什么味道 什么叫什么没什么味道 就是吃东西又味觉不敏感就对了 有一些人他口水会比较多 然后吃东西他会觉得比较没那么好吃 或者是嘴巴会觉得说淡淡的 他是吃了那个 不是味觉没有说那么的好 然后就是这种人的话 他可能体质是比较冷一点 冰冷 冰冷 就是说体质比较冷的手脚会比较冰冷 冰冷 然后吃东西可能感觉就没有那么 没那么的有味道 或者口水比较多 口水比较多 还是容易拉肚子 还是会容易头晕 那这些人的话 他如果要吃很多蔬菜 其实让他体质会变得更冷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他要吃蔬菜的话 他可能要搭配一些比较温热性的蔬菜一起吃 OK 就是说你只要你炒一盘青菜 那你可以用姜用蒜头去炒他 那炒过之后 那个蔬菜其实他的性味也会改变 他原本比较凉性或者比较寒性的性质 可能他在烹饪的过程 他就会转的比较温和一点 比较平性 好 他不会那么凉 不会那么寒 好 对 那你这些人是不是不要吃白萝卜 白萝卜 他 我们如果是生吃 像你如果吃乌鱼籽 你是不是会夹一片白萝卜 对 或是夹苹果 对 那个 你如果生吃或者是没有煮很熟的话 他白萝卜的确是比较凉一点 但是如果他煮熟了之后 其实他没那么凉 所以也还好 还有就是说在吃中药的时候 也有讲说不要吃白萝卜 因为会解药嘛 对 对 就这一点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 对 就是有一些对白萝卜有误解的是说 咳嗽不能够吃白萝卜 那个就是误解他 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解释 中药就真的真的 你在吃中药的时候 最好就是不要 不要啊 我就是喜欢喝白萝卜汤 然后喝一喝 然后好 喝完白萝卜汤 就配中药来吃 这样的话 他中药药效会被降低 红萝卜可以吗 红萝卜可以 OK 红萝卜没关系 但红萝卜跟白萝卜又不能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那个红萝卜啊 跟白萝卜 他们配在一起煮他维珍醋 会被下降 因为他会破坏 是喔 对 维珍醋醋醋 就被破坏 你本来是吃这些白萝卜 红萝卜很好 我要做群很丰富的维珍醋醋 只是他们个别煮 没关系 都很丰富的维珍醋醋 配在一起之后 维珍醋醋醋 就下降了 就被破坏了 我回去赶快转告 因为我们家喝汤都会白萝卜 配红萝卜来煮 对 那比较漂亮啦 就是那碗摊 就是有白白的配红红的 不然只有白白的摊起来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配那个红萝卜跟白萝卜 这样配 吃生菜沙拉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 白萝卜跟红萝卜条 也不要一起吃喔 那也不要 也不要 不要 红萝卜单独就好了啦 他可以配小黄瓜 配那个大黄瓜 不要 不要配白萝卜 这个是比较冷寒冰寒体质的人 那如果说是一个比较燥热体质的人 那他就要吃多一点点 那个蔬菜 因为蔬菜他可以 刚刚有讲的 他有那么多营养的成分 韦甄酥矿溶纸纤维 所以他对排便很有效嘛 那你排便顺畅 你火气就不会那么大 你热尽体质的人 就是容易会便秘 然后容易口臭 然后觉得身体都热热的 然后会容易发脾气 你觉得火气很大 对 然后睡不好 那你就总是要吃一些蔬菜 让你的情绪比较稳定 排便比较顺畅 是 而且蔬菜也可以利尿 你有一些火气大的 你尿都会比较黄一点 对 因为你可能水分也不太够 然后你吃这些蔬菜 它可以让你那个水分有够 然后又可以利尿 就从大便小便这样排解 然后也让身体的情绪比较稳定 这样子对热尽体质的人 真的很好 好 但是热尽体质的人就刚刚讲的 那些姜啊 葱啊 蒜啊 那些不要吃太多 还是韭菜 都不要吃太多 是 对那些 就有一些 他像这种夏天 很多人都会流很多汗 对 流很多汗 有一些人就汗臭味很重 对 那你如果这样子的体质人 你又在吃很多葱的话 那你的糊臭啊 汗臭那些都会被诱发出来 OK 所以就会更加的 让人家觉得你的体味很不好 好 所以如果你体质很热的话 你就是韭菜啊 葱啊 蒜啊 姜这些 不要吃太多 那热性体质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热性体质的人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可能就容易便秘 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嘴巴容易会干 就一直想要灌水 然后在情绪长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发脾气 容易会发怒 然后皮肤摸起来可能就热热的 或者脸长容易长痘痘啊 还是说他就是平常晚上就会觉得 会一直做梦 然后会一直醒过来 是哦 对对对 这样也是火气比较大的人 OK 他的睡眠品质好像会比较不好一点 好 嗯 好所以啊 这个 含热 呃 燥热体质的人会多梦 然后 这个 呃 比较冷的 就是寒冷体质的人呢 会比较容易拉 拉肚子 拉肚子 对 哎呀 做人真难啦 这个 到底有没有一个平顺体质呢 就是说 既不冷也不热呢 哦 那你就是 你如果是热定体质的人 你多吃一点蔬菜 看可不可以调味比较平静一点 好好好 那到底要对症吃什么蔬菜啊 不是吃药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请教杨医师啊 就是身体没松快 其实要对症吃蔬菜 蔬菜有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解一些疾病的哦 这个倒是蛮有趣的哦 就是什么样的症状 我们可以偏重吃什么样的蔬菜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周二我们财富与生活时间 介绍这本书 还蛮实用的 叫蔬菜看人吃 是时报出版所出版的 有两位中医师 共同合著 一位是杨淑媚医师 一位是蔡坤道医师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杨淑媚医师 其实我们刚谈到了白萝卜不要配红萝卜 这件事情在书上是有写到哦 就是在58页吃蔬菜要避开的配食地雷上面 有一个篇章 专门就讲说哪一些蔬菜 或是说跟什么食物是不要搭到的 比如说红白萝卜 白萝卜跟橘子 白萝卜跟中药 香菜跟中药 好像地瓜 芋头 红薯跟柿子 这些都不要搭到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我们在看那个农民历的时候 其实最后那个封底 都会有那个 什么柿子跟螃蟹 不要一起吃那个图片 我不知道 杨淑媚师你有看过吗 对啊 柿子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蔬菜 柿子是水果 因为我还有出一本书是水果看人吃 所以那时候就会写到说 柿子其实跟很多东西不能配 对 因为柿子是水果 柿子它不能够跟 含脊 这些含有淀粉类 还是蚝啊 这些 那也不能跟螃蟹 因为主要是它有丹磷酸 OK 它的丹磷酸会结合之后 会卡在胃里面 那就是跟这一些 如果柿子是跟地瓜 因为它的淀粉 跟淡磷酸会结合 会堵在胃里面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消化不良 其实它也不是说真的就是 会中毒 或者是中毒 也不会 OK 只至于说它就是 比较容易会让你消化不良 就对了 对 不会中毒 所以大家不要担 没有到中毒 没有到中毒 没那么严重 好吧 书上是有这一篇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与 好 那现在很流行打这个精力汤 对不对 那精力汤的话是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您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们 就很多人会把很多蔬菜 就把它打一打 然后就我早餐就喝了一杯精力汤 或者是蔬菜汁这样子 对 但是我是觉得 刚有提到就是体质方面 体质方面 你如果说真的是 比较含性体质的人 如果早上你只有喝精力汤的话 那你的精力汤里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不是反对说不能喝 只是你在打精力汤里面 你要加一些坚果类 OK 你如果没有加坚果类的话 你纯粹都只有蔬菜 或者是加一些水果 苹果什么 很多人都会加这样子 然后就去打一些果汁来喝 或者是蔬菜汁来这样喝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体质可能会不太适合 如果加坚果类的话 它就可以缓解它的寒凉性 那个蔬菜就不会那么冷 或者是有一件事用打 有一件事其实会把它煮过 变成就是只有煮过之后 变成汤来喝 其实我是建议如果是寒净体质人 他就是喝那个煮过的汤 而不是直接就是生鲜的 蔬菜水果去打 他可以把它煮成一锅 蔬菜汤 蔬菜汤 或者是蔬菜水果汤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那个汤里面 其实是可以加苹果加一些水果 他有他也会较增它味道 他并不是说完全完全就是 通通都都只能蔬菜不能水果 里面还是番茄还是苹果那些 也是可以加进这些蔬菜里面 可以一起去煮 这个讲一讲 讲一讲肚子都饿了 对刚好也是快要吃饭的时间了 好 那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 对症吃蔬菜 蔬菜可以解哪一些疾病呢 好像各种疾病都可以对到一些蔬菜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讲说呼吸道的问题 对不对 感冒是最常见的 也不是解那个疾病 就是说你生病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 当然啦 就是有一些帮助就对了 对有一些帮助 我们其实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说 那个病人来看我们就问说 啊我现在感冒了 然后我感冒 我就是回去要多喝姜汤 对 然后让身体这样出汗 然后感冒就会好对不对 然后病人就到每一审 大部分都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问我们说 喝姜汤很好啊 反正就是感冒了 赶快喝姜汤流流汗 这样子可能就会好得比较快 是 这是一般病人他错误的观念 也不是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 那个其实你要分你的感冒 是寒性的感冒 还是热性的感冒 你有时候是风寒感冒 像比如说你就是一直吹冷气 或者是出去淋雨 然后你冷到了 那我们当然就是鼓励说你喝姜汤 然后出出汗 然后整体温暖了 你就会感冒会好得比较快 但是有一种感冒是风热型的感冒 通常感冒就是你会发烧 你会喉咙痛 你会就是很不住 你会咳咒痰很黄 糖是黄色的 那这样的状态下 你还喝姜汤的话 你的喉咙痛 促进发炎 对就反而发炎了 反而就整个表现或许就肿起来了 反而就不会好 所以感冒也要七分钟 你是风寒还是风热 淋雨是可以喝姜汤 大家可以记得了 就吹到风淋到雨 你其实是可以喝一碗暖暖的姜汤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严重发炎的情况 就像刚刚杨医师所讲 你就说有兔黄痰 对不对 咳黄痰 这个鼻涕也是很黏稠很黄的 对 那你千万不要再害自己去喝姜汤 越喝越严重 对 可能就喝了之后就发烧了 那就可能蛮危险的 那很多人消化不良对不对 就会胃脏器 那这些消化器官的问题 适合吃什么蔬菜 不适合吃什么蔬菜呢 其实消化不良的话 就是有一些人你要看看 他肠胃是冷的还是热的 哇 这也要分别 你如果消化不良 有一些人他的肠胃就是我们刚刚有讲 其实他肠胃是弱 他是容易拉肚子的人 那容易拉肚子的人 他如果说吃这些蔬菜 他可能就要吃比较平性的 譬如说像那个高丽菜 他比较平性 或者是一些菇类 其实他也是比较平性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马铃薯 还是地瓜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那种比较热性的消化不良 就是你常常都大鱼大肉 然后容易便秘 然后导致你消化不良的话 那你反而是解决你的便秘 你的消化才会比较好 那你就要吃一些比较可以改善你便秘的一些 一些蔬菜或水果 所以你就要看 你如果是便秘的话 你就要吃一些空腥菜啊 因为它纤维 你就要吃一些纤维比较多的 或者是小白菜 还是青菜 这一些 还是说党额 这些让它的纤维 让你的排便比较顺畅之后 让你肠胃消化就会比较好了 可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吃太多蔬菜 有时候也会卡到胃 卡到肠 就是说 因为它太多纤维 其实纤维是没有办法被消化的 对不对 就是说 当然纤维它是有助于大便成型 在我们肠道里面 它会去跟这个要排出来的这些东西 全部搅在一起会变成条状 但是有时候 因为纤维这种东西在胃里面是没有办法被消化 胃酸没有办法溶解它 所以它有时候也会 也会造成我们的肠胃道的问题 会是这样吗 你要看它的纤维 有一些是膳食纤维 有一些是粗纤维 OK 那是怎么分呢 那粗纤维的话 我们会查那个 我们的政府的资料库 有一些粗纤维比较多的 其实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什么 粗纤维就是那种孙瓜 哦 还是 就是那种 筍类的 筛肝的东西 或者是高丽菜肝 哦 筛肝的蔬菜比较粗纤维就是 它的纤维就是 对 它的那个叶子怎么都已经不见了 然后你把它筛肝了 它又浓缩了 OK 所以那些纤维 萝卜肝会不会也是 对啊 萝卜肝也是 OK 笋肝也是 高丽菜肝也是 这些就是变成它的粗纤维含量 比例增高了 对 有一些人就是很喜欢 乳肉里面 烤肉里面 咬孙瓜 嗯 然后变成说 你如果吃太大量的话 它反而不是帮助你消化 而是会觉得胃里面就是不好消化 原来是这样 那膳食纤维就没有问题了 对一般的三指纤维已经煎的那些青菜把它炒一炒 其实它是帮助排便的 好 那另外就是说 好像豆类比较容易造成脏气的问题 是吗 对对对对 一般豆类 有一些豆类其实它 飘龄含量也比较高 所以痛风也是不能吃太多 OK 而且比较不适合空腹吃啊 因为豆类的话 它吃太多 像碗豆啊 刺鸡豆这些 如果吃太多 它很容易会脏气 好 OK 今天非常高兴能访问到杨医师 哇 这个 短短两段的访问 其实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 有些过去似是而非的观念 都可以被矫正过来 那我们今天访问杨医师是这本书啊 这个时报所出版 《蔬菜看人吃》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非常谢谢杨淑妹医师 会在这本书的讨厌里 我到家里的水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